今天这期节目呀对于我们现场的四位嘉宾老师来说呢 一定是一个难题 因为我们要见到的是一个年纪足可以让我们称之为父亲的人 那么在他的家里边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事情呢 首先要登场的呢是这个家里边的女儿和儿子 咱们掌声有请两位 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小心排气啊 刚才看到我们在前面开心的在跳舞 我不知道两位什么样的心情 在节目录制之前 主持人王芳和王维念老师带领专家和观众一起跳舞热场 一时气氛缓快热烈 然而站在舞台边后场的兄妹二人却丝毫不被影响 表情始终严肃 那么这对兄妹究竟经历了什么事情 会让他们的心情如此沉重呢 看你们很欢乐 可我们的心情确实很沉 也就是说当我们跳舞的时候 你们并不可能像我们一样开心起来对吗 对对对对 您两位的关系是姐弟还是兄妹 哥哥 哥哥 妹妹 你们家就你们两个孩子吗 不还有还有上面还有姐姐 还有个姐姐三个孩子 今天你们来这里 可能我们要面对的是一个比我的年龄可能要两倍多少多的一个老人 我想先了解一下您的年龄是多大 五十九 您呢 五十 两位今天来这里首要让我们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我们要住的平房 面前要拆迁 拆迁完之后因为我父亲的性格比较执着 不走 拆迁了给不少钱 给一千二百万 哇 好大的一笔数字 挺好的事 他不走 我怕就这么 怕失去这次机会 你是嫌这个一千二百万少吗 也不少 我能理解为父亲就是是因为钱 他不是 他还有一个 他因为两项发明 就是节能环保的 他因为节能环保这些产品 所以他不愿意搬走 就不愿意搬走 如果不搬走 你们会有损失吗 是有啊 这个损失对你们来说很重要吗 相当重要 小妹您也是这样想的吗 跟哥哥想法一样吗 差不多 我钱我要不要我都没关系 不是为了钱 我能不能理解为 今天你们来这里 其实你们都是比较孝顺的孩子 您使你们的孝顺 孝顺 是你们在家里边 说不动这个老父亲了 把这个难题交给我们了 求求你们来了给帮我忙 好的 两位挺过 一千两百万这个数字 对于马建老师意味着什么 一谈到一千二百万的时候 我脑子就大了 这是一种感觉 就是说要是靠我们日常的工作 去积攒这么多的财富 我们就会觉得 那把全家捆起来 恐怕我们也做不到了 是的 一千二百万对于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惊喜 因为我一个朋友在新次的时候 拆迁是六十万 一个院子六十万 我觉得确确实实 你们还是感受了好时候 我觉得挺羡慕的 王老师 只有这个理解百姓的这个国家 才会给你们这样的一种条件 所以说我真羡慕你们家赶上了拆迁 薛律师 这个钱我觉得可以在北京安居乐业了 一家人 没错 可以有一个大房子 可以有好的生活 那生活条件肯定是立马会有一个翻天覆地的改变 是的 同时在这个巨大利益面前 也是对亲戚的一种考验 很好 一千两百万对于所有的人来说 都是一个巨大的数字 那么对于爸爸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数字吗 小妹回答我 这是当然 咱们都是平民家庭 工人家庭 是吧 这一辈子说心里话 也不可能说能挣到一千二百万 对 但是现在我们有这个机会 挣到了一千二百万 但我父亲 对我父亲来讲 他现在八十几岁了 钱对于他来说不是什么问题了 是吧 他也有退休费 您见过那么多钱 没见过 没见过 哪见过那么多钱 而且呢 也是咱们五几年的这个北京市老模 而且他有很多项这个技术专利 现在来讲呢 就说什么呀 他就是为了他的这个专利 不走的原因 是因为他的专利 我这技术则是向国家这个让他知道了 我钱我要不要都没关系 这是我们第一个数字 一千二百万 第二个数字就是老爷子的年龄 您都五十九了 我估计你们家老爷子得奔八十了吧 八十二了 如果我一会跟他交流的话 交流没有问题吧 没有问题 你一会上去跟主人交流没有问题吧 那有什么问题啊 我把我的心的话 我都说说吧 那人吧 耳聪目鸣 耳不龙眼不慌 真棒啊 那我现在跟他沟通一下 好吧 叔叔您好 王老师您好 您好 您好 听说您可帅了 身体班棒啊 现在咱们国家的给工人的这么好的待遇 每月还给我那什么生活补助费 我是退休的是这个北京市钢琴厂的 所以您心情愉快 对对对对 我心情愉快 刚才他们说的是有这事吗 是有这事啊 难道您在金钱面前不为所动吗 我是所动是所动 我主要就是 我得把我这个这个专利技术啊 我得这个向国家汇报完了之后 我也不是为了钱 就是为了咱们国家有了新的能源了 明白 我觉得您是一个非常有民族气节的这个人啊 我非常非常的佩服您和敬佩您 那现在我想知道 这个钱如果拿下来能不能改善您儿子和女儿的生活呀 嗨我这部门以后这钱不是都是他们的吗 我都八十多了 嗯 现在我就想就是这个我的技术啊 09年的时候 专利证书发过我的时候啊 没几天通过媒体啊 人家外国人啊 这个瑞典国家就用我这技术 我一想这是咱们国家的新能源技术 我就跟人拒绝了 我就想就是把这个技术啊 向国家汇报了之后啊 没个咱们国家是以繁荣富强的这么一个技术 又简单的又实用 这个必须得国家开发利用 别无选择 老先生您的意思是说 您现在不想搬家的原因是 你认为要先把这事干成了再搬家 对对对对 好的谢谢 老爷子错坚定吗 很坚定 你们怎么说都不行吗 对 怎么说都不行 女儿和儿子劝过您搬走吗 劝过 不搬 您有没有使过各种方法呀 您可能邻居都搬走了 是都搬走了吗 这都没 没几家了 没几家了 您会不会心里可着急这事呢 是啊 这有多长时间了呀 从拆迁开始到现在 这个时间是挺长的 关键什么呀 关键是现在你拆迁工作找我们呀 他现在有个拆迁协议 他有个裁决书 裁决书下来了 裁决书是什么 就是说你们拆迁协议没有双方达成 对没达成 等于您被拆迁人是您父亲 对对对 他是成租人 他是成租人 那么就是说他们双方和拆迁公司 没有达成拆迁协议 那没达成呢 在人家那个拆迁是有期限的 等于你到那期限 你也没达成这协议 人家就可以申请政府去按照这个补偿方案 就给你出一个这个补偿的决定 这不钱也得给你们吗 不是 他那裁决书上写的是什么 他是给了两套周转房 那就是说这两套房子是绝对不值一千两百万的 那肯定的 自己有一个私建房 私建房呢 他在那住 给了七万块钱 我父亲呢 他那间房呢 因为四十多平米吧 给了三十多万 这个钱跟一千两百万差距也太大了 就给这么多钱 我能不能理解是这个 如果你不能够按照我们的要求 按时间去拆迁 腾退 不能按照我们的要求做的话 我们就将来的话 只能给你这两套房了 就不能给你那么多钱了 对 就是这意思 那这两套房大概价值多少钱呀 三百万 那也就是说中交九哥 九百万的差价 对呀 您这一千两百万是怎么来的 因为这个不也没有达成这个补偿协议吗 不是 你人家财政公司给你的 就已经基本上说口头达成协议了 他们已经沟通过很多次 你要是货币补偿 你要是说你同意就签字 对签字就给你 那是不是现在班也来不及了 来得及呀 来得及 也就是说如果今天还是来得及的 所以就是这就是他们着急呀 着急就太着急了 您是什么职业呀 退休了吧 就之前您是工人吗 工人工人 工人 您呢 我也退休了 也就是说按照你们的收入来说 一年能收入个几万块钱就不得了了 对 所以算一下 如果一年五万的话 一千两百万得赚多少年呀 二百四十年 我都着急了 那老爸爸 为什么就在这么高的利益面前不为所动呢 他就怕搬走完之后 人家上边比如说 要给他回信 给他答复 回应他 他找不着 怕他找不着 他就这么认为 没有原来的地址 没有原来的地址 就这么个事啊 您要是担心啊 搬走之后 花了地址 别人不知道 给你回信找不到你 对对对对 那老爸爸他准备一直在这坚持下去 他就是坚持 那坚持到最后人都搬走了呢 他就不走 其实他在坚守着一个所谓的信念 信念之外呢 他其实也在坐着盯着户 也在影响着国家的拆迁 这个有点说大了 他的愿望实现了就走了呀 那你现在是这样啊 姐姐 如果他愿望永远实现不了呢 这个实现不了 那他还得要可能应该监制吧 得到两间房一直坚持下去 不是这意义的 我总觉得呀 我来说一句话 我总结就是我爸的性格 反而决定的 你让我拆 你让我走 或是把我这个专利宣传出去完了以后 实施 让他实施达到他的心愿了 他怎么拆建管 他一分钱不要 他都乐意 他是那么个人 问题是他可以一分不要 你们 对啊 就是关键就在这 已经影响我们 刚才就一瞬间 我就找到你们家的问题了 其实你们特别害怕 给老爷子增加 这个对国家不利的这种 这种压力 于是你们告诉他 不走也没关系 因为他 他是一个爱国的人 他为了国家 他才做了这样一个研究 如果他知道同时 他这样的做法 也影响着国家的建设 说句老实话 一分钟就解决的问题 不就是一个地址吗 你们给他的信号就是 不离开也没关系 这不影响国家 他就无所谓了 他是个多么热爱国家的人 或者我这么认为啊 就是这两位啊 今天来到现场这两位 可能他们还不是 那种特强势的子女 他们可能还是 要笑的 对就是以爸爸的那个感受 为第一位的 家里为主 是吧 爸爸一直在家里很强势吗 也不是强势 你就吃啊喝啊 生活条件 都那什么都说得过去 这些都没有矛盾 他现在是每天就在搞这个发明吗 也没有吧 可这出来了 他可不是他每天都惦记着这事儿吧 就这四年来他一直惦记着啊 那他可不是他老做梦神山 那他每天干别的吗 就爱好丰富吗 也喜欢唱戏 唱京剧 那除了唱戏以外还干嘛 年轻的时候 踢的劲 现在还能踢了劲吗 现在踢不了了 一个都踢不了了吗 对 他006年是07年出了一次车祸 出了一次车祸以后呢 我们老爷子挺固执的 当时呢 那个 我第一 现场到 到那个宣伙医院的时候啊 他这个腿这个地方啊 就是怀骨骨折 脑的这地方也是 这个口子很大 到了医院以后呢 这个医生呢 就是执意 必须得要做手术嘛 因为你是骨折了 已经粉碎性骨折 但是老爷子就是没做 说你们要给我做 我就从手术台上下来了 没做就不做了 不做了 最后呢 人家老爷子也很有办法 我们老爷子非常聪明 这个人 自己用他自己那一套方法 把这腿也治好了 我这脚粉碎性骨折 推来推去 仨钟头我也不做 自个儿就好了 你学过医吗 没学过 平时锻炼啊 吃一些什么补盖的一些东西啊 还有食疗啊 现在恢复的也不错 从那儿开始 走路没问题 还是有一点 他毕竟他八十几岁了嘛 是吧 从那儿开始就已经不再提价了 但是现在每天呢 每周唱着京剧 每天打打小麻将 跟周边的这些这个 这挺好的 对 老头这个思维很清晰 嗯 你们家三个兄弟姐妹 谁的性格比较像 爸爸 都不太像 妈妈是什么性格呀 很热情 呃 很质朴 很善良 也很 妈妈怎么看这事啊 妈妈过世了 哦 妈妈过世了 你们家里边就像老爷子一个人了 对对对 妈妈什么时候走的呀 呃 07年 哦 那那两年你们家事可真够多的 好 老爷子又车祸 妈妈又走 对对对 他出完车祸之后嘛 后来妈妈做了一个 假如要是妈妈还在的话 您估计妈妈会劝爸爸搬走吗 也够强 为什么呀 他做不了他的主 我们老爷子属于什么呀 小事从来不会管的 嗯 包括到现在 他从来不会给儿女添什么任何麻烦 说小事我去什么 哆哆一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事啊 管管你儿女的事啊 从来都不管 他们的事我什么也也不管 但是自己的事情就认为是大事的情况下 坚决不动摇 对 你做不了他的主 我就以心意的现在呀 我就把我这个技术啊 求个国家 关于这个拆迁的事 您二位分别去跟爸爸谈过吗 我们谈过 您谈的结果是什么 我们谈的结果没有什么结果 那爸爸怎么跟你说呀 那就是肯定是专利是第一的了呀 你没跟爸爸讲到最后你就成钉字户了 这个东西应该他还是很明白的 对吧 我们也没有必要这么讲 是吧 结果就是这样啊 那结果那我们大权不在我们手里啊 嗯 是不是 他成族人啊 他得签字 只有他一个人是成钉字户了吗 对啊 对啊 那您直到最后 如果人家这一票比如说开始开发了 嗯 怎么办啊 没想过没有 我们想过呀 那肯定就是政府该怎么执行怎么执行 对呀 对吧 对呀 那我们也没有 束手无策啊 那您没把这后果给爸爸讲一讲吗 我们也讲过呀 但是他自他比我们要清楚啊 嗯 他不是不懂法呀 那他怎么说呢 他就是还是把对了专利 是吧 您知道是不拆迁的后果吗 知道吧 当时拆迁 他说了他这个房子如果政府需要的话 人可以一分都不要 人就可以走 他不是说因为说有多少钱 这个专利对于他来讲像自己的孩子一样 这么多年了是吧 他一直在研究 我非常理解 也就是说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最后不搬走的人 大家把他总结了一个词叫他钉子户 认为给了钱不满意 对 那我们看到比如说在有些地方有些老人 他确实是故土难离 他觉得我在这住了一辈子了 我不愿意搬走 所以大部分就分为这两种情况 而今天爸爸都不属于这两种情况对吗 对 不是那种意义 他怎么不想搬走 现在主要就是我这个为国家我的技术 别的我什么都不那人 爸爸属于的是我的事业没有完成 所以我不能随意离开这个地方 我确实觉得您的父亲很有气节的一个人 当时你未年是有人出钱60万美金 60万美金 我一想这是咱们国家的那什么 绝对不能让外国的人 让你就没卖 我想问一下两位的真实感受 你觉得爸爸固执吗 在某些方面就是固执 就是拆迁就太固执了 好妹妹您觉得爸爸固执吗 经过这两件事情吧 就是一个上次出车祸 一个这次拆迁 我觉得不能说固执 他挺有他自己的思想 您看啊 这就是你们家的问题 连住址都不愿意说 他怎么能够不拖到现在 才影响了你们的利益呢 但是有些时候他也 而且你们这利益也不是 不是偷去抢 这是你们该得的利益啊 你们应该理直气壮的告诉爸爸 这事情你们又想让爸爸觉得 你们也是进步的 为了国家 我们可以在这待着 然后一方面呢 又解决不了问题 这你一定要给他讲清楚这个道理 更何况是个地址 将来担心怕是个发信发不到的地址 这是多大一点事啊 你们有没有去邮局问过 这事怎么解决 没得了 你有没有就是想过办法 比如说告诉老父亲 我去邮局了 比如说可以开一个四人信箱 比如说什么什么什么方式 你们从来没有去过吗 哪怕说好爹 咱不搬走了吗 以后我保证 每周我都去一趟这邮局 帮你问一遍 这也可以啊 你有没有想过这样的方法 帮着他给他发信件 要干什么的 这都行 可是呢 还是不走 那现在你们觉得父亲不搬走 到底是什么原因啊 到底是收不到信呢 还是他觉得他没办法 他为什么不走 我们也理解不了 您只能去问他 场上兄妹二人讲述 老父亲不搬走 是担心地址改变 收不到他想要的回信 然而通过一系列讲述 主持人发现 问题并非这么简单 收不到回信 似乎只是老父亲的一个借口 那么作为一直陪他在父母身边的子女 他们对父亲不搬走的真实意图 真的是一点都不了解吗 还是明明知道 但不愿点拨呢 我认为啊 就是他这个专利 他自己连发明到现在 因为已经好几年了 五年 五年的时间 他前面的心血就更萌缩了 是吧 你发明专利不是说一夜之间 我就能想到的这个 他好多年要考虑这件事情 做图纸 做一些什么筹备工作 是吧 到现在已经年头不少了 这么多年来讲 对于他来讲 这是一份心血 而且呢 他多次往这发信 找这个很多有关部门 他也自己掏了不少钱 因为你雇人啊 就是帮忙啊 给他发信也好 找什么单位也好 你最起码这车马费 你得给人报销 饭费你得给人报销 他做了很多的工作 但是现在来讲 一点音讯都没有 我想可能是 就是借着这个拆迁 是吧 借着这个拆迁 你们得帮我解决一下 是吧 如果我不走的情况下 对吧 你们会有人来 跟我谈这个事情 重视这件事情 你女儿说的是这个原因吧 对对对 我估计可能是 因为他跟我到了 没有意识到 这个部门 跟他其实寻找的那个部门 完全是两个部门 不不不 然后老师说的是 拆迁部和你们找的那些部门 是两个部门 对吧 对吧 他说的就是这意思呀 对啊 你说这个 这个可能是我听差了 嗯 我说的两个部门 你你比如说 现在老爷子要来找我录像 我说这不行 这个 然后他为了得到一个答案呢 他就在家里等着 这个如果你们要不给我录这个节目 我就不拆 问题是那个拆迁 那房子 他跟我这电视台 不是一个机构 是 他无法串在一起 他所以现在他的理解嘛 就是这样 他现在你给我找 你现在拆迁 你找我来了 是吧 你会有一些什么部门领导来 自己可能就要想 你们找我来 我就要求助你 因为他好像就觉得自己已经无路可走了 是这意思 我是这么理解的 关键爸爸现在 他的认为就是 他如果最后不走 我肯定就会有人来找我 对吧 有人来找我 不管是什么 据委会啊 什么找我 问你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就是我们要问老人家的 我帮你们分析分析啊 有可能这个结果是一 这个结果就是 钱也拿不到了 事儿也没办了 有可能吗 先生您觉得有没有这样的可能 主持人所说的这种可能性 也是罗家子女最担心发生的事情 在收到采取书的那天起 儿子罗先生就提心吊胆 吃不香睡不好 然而面对老父亲 一直孝顺的他也是无可奈何 百般无奈之下 儿子只好不打谁再说的求助热线 决定是什么时候下来的 过没过复议期或者起送期 过没过复议期啊 没有啊 什么时间下来的 我那上礼拜六是礼拜五啊 礼拜五 那还好 今天是礼拜几啊 礼拜五找他去了 找拆拆拆拦拦拦拦拦拦拦了 我把这事跟他谈一谈啊 我那什么时候拆啊 还在有十年半个月 就法院就执行了 那就是说你这决定生没生效 如果你还在就是说在这个复议期 现在可以商量 如果一旦生效了以后 这就是一个生效的法律文书了 你将来再谈再改 说再签议 现在没生效 赶紧回去跟我父亲商量 我晚上跟您的 那父亲什么决定呢 他还是那种态度 您是住在这个院子里的对吗 对 现在您呢 我没在那住 您的户口在那吗 对 那您住在这个院子里 是一个人吗 还是一家三口 一家三口 一家三口 我能了解他住多大的房子吗 四十三十平米 这件事情 其实你你的家人应该最着急吧 都着急 因为你环境太次了 是吧 周边也没有人了 卫生条件也不是特别好 我们这出去以后就跟 这个有山有水的 下了雨就可以成河 出门都是看着一座一座小山 是吧 都愿意走 但是咱们不是命不过我父亲吗 假如父亲要同意的话 你立马同意是吗 我 我肯定没意见 我听他们的 我听我父亲的 听我哥哥的 我们也去拍摄了一个小片 拍摄一下他们居住的环境 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情况是什么样的 在前期采访中我们看到 罗老先生的家周围已经是一片荒凉 破旧的老宅在这片废墟中也显得格外突出 一大家人的生活条件正如妹妹所描述的那样艰苦 就在罗家不远处就是一片崭新的楼房 这正是罗家子女向往的全新的生活环境 然而老父亲的一意孤行 却是罗家子女这样简单的愿望却难以实现 好羡慕你们呀 现在还有四合院可以住啊 但是我也特别理解这位妹妹 我会发现 其实按说这个采迁利益对您来说很重要 因为你一家三口都在那住着呢 但是呢 就在刚才这个跟您交流的过程中 我为什么着急了几次啊 我觉得这你好像都有点 心不在焉的在听我们的话 还是最近这种状态已经把你折磨的不行了 我最近也身体不太好 刚做完手术 怎么了 可能就是还做了一个那个胆囊切除 因为本身应该下午 我应该还需要看专家 要为您换一个那个 没有没有没关系 没关系 已经差不多了 好的差不多了 也毕竟年轻嘛 反正 家里边平日父亲是你照顾的多一些对吗 他现在跟我一块住 是啊 就是就是您照顾的最多 对 您搬回来住是因为您没有别的房子吗 不是 是因为父亲要求的吗 也不是 因为这个他那个时候我们没在的时候请个保姆什么的 也不是说对他就说照顾的那么周到是吧 完了 我们的那个自己的孩子啊 就是有一段时间去上国外读书去了 我给他送到国外去了 我一看跟我爱人们俩哈 也 也没什么事 就回来还是照顾自己的父亲 毕竟是更那什么一点嘛 更周到一点嘛 您搬回来多久了 三年了吧 之前就是在你小的时候 在你印象中的爸爸 是一个爱搞发明创作的人吗 对 他非常聪明啊 他那个五几年为什么说能在他们民族乐器厂当劳模吗 他是全国劳模吗 北京市劳模 那他那个时候在这个民族器乐场有过发明吗 有过很多发明 比如说 他做的那个胡锤 胡琴 胡锤那个轴 胡锤轴 这锦衔的那个 研究人工措 他搞了一张技术 他就用那机械的 用炫 给炫出来的 现在是机器可以直接光脱的出来了 这主要就是他们的父亲的这个 对对对 父女搞的 做的这个发明 拿这个笛子打眼 笛子打眼 以前都是人工打 对 人工打眼就有可能不准 笛子打眼现在都是机械了 就是他自己打得特别整齐 笛子打眼如果打不好的话 可能这个阴准就有问题了 对对对 因为跑偏嘛 哎呀妈 老父亲这么牛呢 那他有没有其他的就是能够全国推广的发明 那个什么 铁水的阴线 咱们过去的这个浴池 最早不是都是两个这个拧的 最特早的是八几年 你要调水吗 冷热要调 后来他发明了一个脚踏板 有一个链子 拴在一个 这好多浴池的用 一踩他出水 人走开了又结水了 那是过去他发明 那是咱家老爷子发明的呀 就是你发明的 当时这个全国特别火 那当时全国都上我这买来 那什么我那都有那地址 联系地址 就是很著名的一个发明了 在全国都提广了 对对对 好多对那时候 怪不得老爷子对自己的这个发明创造 还有自己的信 而且这些发明其实丢失的都很可惜 其实现在 经常去洗澡的人就知道 现在的人打开 你会听到他在干别的那个水花花一直在流 如果我们所有的这个洗浴的地方的地面 都按老爷子这个原理弄一个踏板 你只要进去水就来了 你只要挪开水就没了 去省多少水呢 对呀 他现在吧 你看有些这一池 他还是用那个手开的那种 还是在浪费水 但是他过去设计这 我只是觉得什么呀 他不够美观 直到今天我都觉得这应该推广啊 所以爸爸现在着迷的这个发明是个什么发明啊 电灯声电 听不懂啊姐 我也不太懂 干嘛用的呀 您懂吗大哥 我也不出来明白 我觉得其实你们最大的一个担忧啊 我个人 就是你们没有把父亲全部的这些该弄明白的东西弄明白 你只有弄明白 这个咱们不懂 你起码大概原理知道 比如说我就说个简单的例子 如果你要是了解了他这个东西 你在网上一查 比如说人家现在有那个发明比他这个更好的了 国家早就用上现在在生产了 如果是这种情况发生 你就会跟老爷子说 老爷子 其实你现在是一万三不知 你也不知道 他更不知道 说实在的 老爷子这精神让我们感动 当然 但是我们也同时也认为 如果真的是那个一下子投入生产就给国家减了多少这个负担 然后就解决了多少问题 我认为他不会不考虑的 所以说这个事情呢 你们这里边就是我最大的这个这个担忧就是 你们该知道的全部知道 这是一个很难 这个能量守恒 你说咱们这个都没有 所以我想跟您说啊 比如说我要有这么一个爹呀 我会做些什么事啊 可能我就会先了解他干嘛呢 然后呢 了解完了之后呢 我可能就会先上网 我来查所有的资料 查完之后呢 我就会带着老爷子 我跟您说啊 现在的情况 我带您去找找专家 这其实很多专家是愿意听这样的环保健能产品 包括他当年说给瑞典 说这个六十多万美元啊 有六十多万美元要买 他这个专利他没卖啊 如果按2009年的比率 大概是八左右 六八就四百八十万人民币 他没有卖掉这个专利 绝对不能让外国的人嘛 让他就没卖 他确实爱国 我非常的支持啊 但是老爷子可能有一点到今天没有弄明白 就说我们这东西 如果他把它转化为生产力了 这个转化为钱币了 我拿着四百八十万 我可能又能做很多新的发明创造 我认为啊 拿他比如说这拆迁 比如说拆迁完了 好 老父亲说我拿一百万 我来做一个新的发明创造 那我觉得也可以啊 总比咱把这个钱 就是没有拿到 我们心里边可能会舒服一些 所以我觉得老父亲 今天可能是一个观念 和我们给他一些方法 他这些东西 我确实觉得从心里面崇拜和崇敬他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我们得给他一个快捷的方法 这就像走华融道一样 障碍拿掉 我们告他一条通道 非常简单 我想知道就是 他现在做的这个环保的也好 节能的也好 这个产品的发明创造 你们在家庭中支持他吗 对于他来讲啊 这是他老年的一个梦想 一个事业 也谈不上什么支持不支持 需要我我就去做 是吧 你让我去给他一天到晚的去 去跑去 跑这事这什么的肯定也不可能 因为我们也没有这时间 也没有这个精力 也没有这能力 主要是 我觉得老人家呢 一辈子是爱琢磨的一个人 他闲不住 手也闲不住 脑子也闲不住 就老想琢磨点事 怎么着 在过去的那种 繁琐的工艺环节下 让他变得更简洁 更标准化 这是我的一个感觉 老人家不容易 当我看到这个照片的时候 我就在想 我们当时洗澡 也用过老人家的专利 当然了 这个有的人呢 可能就是做了之后 他就自己用了 老爷子呢 是希望把自己的东西 让更多的人都知道 于是有了专利 也不排除说在之前 可能有人也想到这个事 但是未必有这种推广 让更多的人去享受 这一份技术的 这样的一些想法和思考 所以对老爷子 我是由衷的一种敬佩 但也不得不说呢 现在社会的一个变化 有很多新的东西都在推出 刚才王芳跟您 二位在探讨的就是 现在是不是有的东西 已经替代了这个内容 比如说咱们就说 洗澡这个设备 现在啊 您看咱红外线感应 咱洗手的时候 手一伸出水 手一拿出来没水 您看就避免了这样的东西 对 咱们包括去公共的卫生间 您往那一蹲站起来的时候 夸一冲 就完了不用咱去摁去了 也不用脚去踩去了 对吧 这个就是说 他凭感应就解决了 如果说我们对老人的 这样一份爱 包括咱们调动自己的子女 二位也许会说 我们对于网络不熟悉了 那么调动子女 他做的这个发明在网上 是不是有新的产品了 大家都用点心 这个时候给老爷子 传递一种信息 老爷子也许就觉得 哦 其实那个可能会更美观 这个技术呢 可能会更简洁 这样的话 也许咱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因为到现在为止 老爷子手里拿的这个专利呢 二位明明要数清楚 他用来做什么的 一直期待着老爷子出来以后呢 我想听听他的这个机器的 他的这种阐述 因为我也是不懂这个 但是我知道我的儿子 现在他就在做一个项目 这个生产厂房 已经马上就投入生产 他就是一个环保项目 他就是在锅炉上做一个改造 然后就能给国家节约好多好多钱 现在他们已经在生产 马上就会把这些产品 直接送到那个需要的那个地方 我肯定想听听老爷子的这个节约 和我印象中 我儿子的那个节约的这个比例 如果老爷子的这个比例 比他那个还重要 我一定告诉我儿子 你赶紧请教老爷子 帮着他去 能不能把这个问题 这个这个得意解决 比如说跟你有关部门去去联系 如果老爷子那个 和我儿子的那个那个数据 比如他可以节省了什么能源 还不如我儿子那个 那就说明有更好的产品在替代 这是个简单的原理 那如果有人替代的话 不代表你这个就一定要投入使用 我刚才看这个王颖老师查的这个 每年国家的这个专利的发明的数据 看到没有 两百多万件 但是他真正能变成生产力的 能变成产品的 这个是两百万件当中的微虎其微 所以说要让他想明白很多事情 需要我们用数字 而且我觉得这我们可能能帮老先生一个忙 就说他有这么多发明创造 真的不要光低头耕壁 他得抬头看天 那我们就可以帮他做这件事 比如说他将来有什么样的发明创造了 你来我们这推广推广多好啊 我们是一媒体 那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一查网上确实没有 我们帮老爷推广推广 那他是不是比他做在家里 就这么多年了 你们今天有了拆迁的问题 才知道找我们了 我在想如果您五年前就找我 肯定我们也会做这节目呀 一天写一封信 你也一年只是能写360封信 但是你在这把这个情况说一下 就等于上亿的人甚至都可能听到你这个消息 咱就说一百万当人 有一个人是干这个的 有一个人是愿意投钱干这个的 就这两个人就把这事办了 对对 这是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数据 因为谁在说这个节目 其实我们过去做这个发明创造人挺多的 你记不记得咱们做的那个农民发明家 我们做了好多位 所以说这人这路是一步一步走的 刚开始也许走了一些弯路 可能是也做了一些工作 但是没有做到位 你今天 可能今天 别着急啊 来把那个老爷子那边的电视关一下 录制正在进行时 主持人忽然要求关掉老父亲所在观堂室的屏幕 这样做的用意是什么 老父亲又是怎么看的呢 把您这边电视给关了 您觉得主持人会跟他们谈些什么话 我猜不出来 那么随后 主持人和专家又会通过什么方式来帮助这家人 解决令他们百般困扰的问题呢 是这样啊 我想跟两位呢 达成一个共同点 今天我们只解决一件问题 就是我们争取能说服老爷子 尽快拆迁 咱们把咱们的想法呢 然后呢 我们哪怕再有其他方式去支持他 所以我们从现在开始 所有人都往这一个目标上跑 好不好 那么在这件事就需要两位配合 比如说 我觉得老先生现在不是缺钱 也不是缺房子 他缺的是认可 是所有人对他的成绩的认可 当然了 我们也不能说盲目 就说他这动作多好 但是我觉得 我们从我们现场 可以给他一些鼓励 人家毕竟 人家就放着480万的这个钱没有拿 这有谁 有多少人有这节气啊 是不是 所以我觉得 我们能不能从现在开始 我们所有人配合一下我们的工作 两位愿意吗 可以可以 关掉这个电视非常重要 因为事实上 因为事实上我认为老爷子之所以用现在的这样的一种态度来完成了他的坚守呢 我认为不是老爷子一个人的事 老爷子和他的女儿的事 嗯 对 因为因为他的女儿就认为这里边的坚守有可能是换来老爷子想要的那个东西 但是我们个人认为你换的方法不对 嗯 其实搬迁跟宣传这件事情真的是两件事 你要早一点来谁再说 根本就没有这么多的麻烦事 也许早就有答案了 所以我想问问这位女儿啊 嗯 平时生活中您是一个性格相对强势的人吗 您您看的 我觉得是啊 对我觉得肯定是啊 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吗 在刚才的过程中 起码我认为您比哥哥强势 这个其实您没说几句话 对吧 但是您每一句话都在看节上 就您回家可以自己看节目 为什么王导刚才说 说这个其实问题出在了两个人的身上 大家都说对呢 是因为我觉得 其实刚才的过程中 您是一个比较有自己独立见解的女性 然后呢 在这个过程中呢 其实您对这件事情有您的看法 我刚才做的所有的工作 我们是想帮助求助人事哥哥 帮助你们家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拆清一千二百万 但说实话我一分钱拿不着 这跟我没有关系 那我得做 为什么是因为我们想共同去解决这件事 所以希望您配合 那刚刚到最后我问的时候 那哥哥说没问题 您笑了没说话 我想问一下为什么 这个我不是说太情愿要上这来 我今天因为还要去上医院去患病 您不情愿上这来的原因是什么 我可以等他们 我听他们的 等我父亲的这个结果 您给他做通工作了 他说走我就走 那您要是觉着不愿意来这的话 那您为什么还要来呢 这不出自于面子吗 我哥哥也跟我说 说你还是去一趟吧 是吧 有些什么事情来讲一讲 我就这么就来了 那您来这最初的目的 你还是希望解决这事啊 这我也挺茫然的 我也不知道 不是说太明确 说我到这来究竟 其实根本就不是做老爷子的工作 他现在就这位女士 他本身就不希望搬走 哎呦不是 不是这个意思 那您希望搬走吗 我当然希望搬走了 您当然希望搬走 您现在给老爷子把工作做通了 是啊 我就没有问题 那您听懂我刚才说的话了吗 我知道我听得懂 那您说我做我的工作 我他们只要是签字 我就走 问题是老爷子签字的前提是 你们得配合我们 对吧 刚才我说的那一大段话的核心就一句话 咱们大家共同让老爷子签字 不就这一句话吗 对啊 然后我问您 我说那您能配合我一下吗 你笑了不说话 那我就不明白为什么呢 我怎么个配合法啊 场上未美磨了两可的态度 让我们在场的专家感到一头雾水 那对于老父亲搬不搬走这件事 他内心到底是怎样想的呢 他是否会站在哥哥的立场上去劝说老父亲呢 我刚才前面说了那么多话 我不知道您听明白了没有 就是今天来这里 我们的目标是帮助您家来解决这个问题 对吧 那么解决问题的前提是 我认为老爷子现在不是缺钱 也不是缺房子 对他来说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他缺一份认可 您这样 您把老爷子请上来 您先了解了解他的思想 是 或者他的工作 是啊 在请老爷子之前 要做好所有人的工作 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 大家配合做老爷子的工作 这里头不是我们五个人的事 也包括了您和您的哥哥 明白吧 还有您的其他家人 你们和我们共同配合 愿意搬走 愿意把这些事情处理好 愿意把他的发明告诉国家 我们觉得达成共识才能弄好 如果我们做完工作了 您今天回去 我们担心的是 哎呦老爷子 我觉得他们说的有道理 但是说实在的 咱还是等等吧 万一政府 因为咱等一等 这事才就又变了 就万一你这个话一下子弄的 等于我们前面的工作全 这个前功尽弃 我们之前是有过这种经验的 所以才对您的态度 表示了敏感 因为我们不想 因为您的态度 而影响老爷子 这个我们做完工作之后 结果他又回去了 我说什么没有用 我说这些东西 我跟他说的也没有用 我们坚信 但是我们还是需要您说话 对他没有用 对我们是有意义的 您的态度不明确 我们怎么去张口 对 我们一帮外人 好像说我们一帮外人说 求求你了 我们一定要帮你们解决这个问题 不解决这个问题 我活不下去了 变成了这样 或者说这位姐姐 我们就交流这么几句 我说您其实是一个有脾气 有比较强势的女性呢 为什么这样说 就是您的每一句话 我自己的心里感觉 那我们为什么要这么着急 去解决你们家的事呢 你说 就是您每一句话都是 我一脸热情 包括王道 包括专家们 一脸热情上 您扒一刀给我们捅回来了 你说我们刚才 其实我们是一回合 就我们上一下 您捅一下 我们就退点 您觉得这事跟我没关系 那没关系 这拆迁利益 到底谁来拿呢 罗家一家三口 来到谁再说 原本是要解决父亲 面临拆迁和等回信之间 该如何抉择的问题 不料在节目现场 妹妹却突然改变 初衷站在了父亲一边 摇摆不定的态度 让现场专家也很意外 节目现场的气氛 也变得紧张 妹妹为何会有这样的变化 是有所顾虑 还是突然改变主意 看到现场的这一系列状况 一边的观众 也纷纷议论起来 你图什么呀 是啊是啊 我图 我这不图你们的吗 别着急啊 你不用指责大姐 别着急好了好了 别着急啊 别着急 好了好嘞 人是不是应该 都有自己的思想呢 好了好了 也就是你也应该 有自己的思想吧 我也得有自己的想法吧 好了好了好了 大姐大姐不说话了 我才把我自己的想法 跟这个主播说了 您知道吗 好了好了 不说话了大姐 您是干嘛来的我不知道 这节目啊 我跟你讲 我不想录 好的好的 那你可以 我可以走了 可以可以 再见 再见 哎呦 哎 好了好了 这个白上学不用你说 我自己什么样的水平 我自己最清楚 观众那个大姐 不说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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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观众的职责 妹妹突然决定离场 而整个过程中 坐在场上的哥哥 一直一言不发 一脸茫然 那哥哥的心里 真实的想法又是什么呢 你这怎么弄呢 所以在弄的事 我也没有办法 他们平时都是什么情况啊 你说人家 我就为什么来啊 就是人家裁决书啊 已经下来了 我特理解你 就是法院已经 马上要执行了 你说他们这个 说办前五年的武器啊 房子给他们安置了 两人都有房 既说要真拆迁 他们都有周转房 我们的户口都在那 一直就在那 孩子出生完了以后 三十年了 我儿子今年三十岁 我们一点利益都没有 对 就算最后是周转房了 其实跟您也没关系 对对 我不知道您理解 我们刚才说话 我理解 我完全理解 我来的目的 就是把劝劝我父亲 没必要 你说完了以后 法院执行了 让您走 您说不走 反过来 速度时间 三个月或半年 你再跟法院打官司 能不能成 你能打得成吗 劳民伤财 在这 你何必干这事呢 我是这么理解 能够说对不对 但你对比说 我都听我哥哥的 这个你是真的吗 是我哥哥怎么说 我就怎么办 会是这样吗 说 那肯定是我 我父亲同意了 我现在听我父亲的 我父亲一走 比如我把父亲说通了 他走不走 那什么 他肯定也得跟着就走了 我估计是这意思 我不知道妹妹平时性格 也比较强势吗 性格就这样 他跟你们强势吗 跟我们倒没有 就妹妹是个厉害人吗 厉害 他就是说厉害 他就他们家 是他做主是吗 对 他跟老公是他做主吧 对 对 对 所以就是 其实一个人呢 一张嘴 我们就基本上能知道 他什么性格 对对对 他肯定是比较强势的 因为前面我真的不知道 妹妹是不想来的 我们认为 您跟妹妹肯定是一条线上 肯定是百分之百 他其实从第一句五分钟开场 他跟王老师说 不对不对啊 您说那说大了 简单一点 兄弟呢 实打实的 如果有可能得到这个钱 我能分得一点 这也算没白熬 他的这位妹妹呢 什么都想要 父亲这儿 他也是一个少顺的人 所以各方面 都压在这里了 我能也能理解啊 本来呢 你们坐在上面半个小时 就能结束 咱们为什么录了一个小时 都要多这一段 就是因为我一直希望 能把妹妹调顺了 调顺了以后 咱们这个事后面 就都特简单 咱们大家劲儿往一块使 是不是 对 但是呢 就是大家可能也看到了 我们都在往这走 可是妹妹一直不是 跟我们一条走的 您觉得这是为什么 跟王导说的 没准是差不多了吗 嗯 那我想问你啊 妹妹能够供自己的孩子 出国留学 是不是她的家境还不错 那为什么三年前 住到这个地方 因为刚才我们在小片中看到了 那确确实实太艰苦的环境了 为什么要回来 牵住的拆迁问题了 她在这住完了 拆迁不就补偿了吗 刚才妹妹似乎并显得 没有您着急 我能不能理解为 其实您的条件没有妹妹好 生活条件 对 大姐呢 大姐生活条件不错 那其实现在最着急的就是您了 是啊 我那户口在那 一直是 一直以前我们跟我母亲都住在一块 结婚完了以后了 九几年的时候 单位分了一间房 这我们才搬出来 这个市里面 您跟妹妹统一了想法了吗 我就问她走不走 她说走 她说走 我说上这节目完了以后了 我跟她说的是什么 说她是那个裁剪书下来了 法案要执行了 人家裁剪有期限的 你知道吗 你不走 不所有人强势执行 人家给你安置房了 我姑妹她听了这个 完了以后 她没看见裁剪书 她看了完了以后 她知道什么 我姑妹也就 佐建 那我再问一句啊 就是你们评估过吗 说哎呀 这个专利如果有个厂家来了 买咱这专利 咱卖多少钱 这个没有 这没跟她探到 上次是60万没卖吗 这个发明创造这东西啊 对于我们来讲 为什么没关注我 因为这个发明创造啊 答案我跟妳讲 这都是在无意间中发明创造 自己的想当中 哎呦 今天这个我能成 我搞了 我就 我就搞了小发明搞物的 她搞她的 对于我们来讲 因为这技术含量 比方高或不高 我们不参与 也就不问这事 你知道吗 对这个技术没有期待 对没有期待 我通过发明创造 对对对 我能够 改善什么生 我能够得到一些 利益感受 得到一些补偿 因为不一定要付出很多吗 这个没有 这个没有 这没有这种 这种想法 你每次维护这个专利 每年还要交钱呢 对都是我付钱 对吧 你还要交专利费呢 她自己搞 她自己弄 我们这个方面 确实做的就是很少 其实是没有找对对象 就应该直接请姐姐来 我们做她的工作 让她先放弃这份坚守 让她先知道 这个拆迁的这一部分的工作 跟这个国家专利 这个东西要不要生产 是两个部门 她永远不会 这俩部门做一起开会 所以说 该搬家搬家 该支持国家 支持国家 继续搞自己的专利 然后找一个相关部门 花一点钱也好 不花钱也好 起码请一个 这方面懂得的人 给你们网上查一查 是不是已经有 比老爷子更好的 这个专利 国家已经在生产 万一要是这样的话 老爷子他不就不坚守了吗 赶快再研究 比国家现在那个专利 这个更高的发明 对不对 人得弄清楚形势 你们家的人 没把形势弄清楚 老爷子也没弄清楚形势 这个你那是老是芭蕉 就想得点 妹妹呢 是想得好几点 这一下就全成点了 点对点 你得对上那点 但刚才一下跟那观众 这也掐上了 节目录制的同时 栏目组工作人员 一直在和妹妹进行着沟通 妹妹虽然拒绝拍摄 但他表示可以把交谈内容 转告给现场的主持人 好来大家听我说一下啊 我问了一下 我说这个妹妹 为什么会有这情绪 现在妹妹已经离开我们现场了 我把妹妹的话复述一下 首先呢 妹妹呢 她还是个懂大道理的人 她一出去呢 就跟我们编导讲 她说要向我们各位专家道歉 她说我刚才呢 确实有点冲动 我有点失态 她第一表达 我觉得这个我们还是觉得 就她能反思到自己非常好啊 第二呢 她不认可我的 不是不认可我帮她的父亲 而她可能会觉着 我们说你就赶紧签字什么的 并不一定是她想的事 第二啊 你想过妹妹会有这样的想法吗 谁说有可能 第三 妹妹讲呢 她说其实她看了很多我们的节目 她特别不希望在场上说她父亲任何一句不好 所以她觉着我们的专家 有的时候没有认可父亲的发明创造 她觉得很生气 她觉得为什么 她说我其实知道我父亲有很多问题 但是我不能说 要不然的话呢 可能父亲会不高兴 她觉得是 她不能在这说父亲任何不好 所以 她当那种矛盾心理之下 她又想挺父亲 又希望把潜艇能更高一点 又想把父亲的发明创造宣传出去 同时她也说 我来这里 我是希望我爸的发明创造能有更多人知道 我哥哥来这里就是为了拆迁 她觉着两个人的出发点又不一样 所以她刚才愤然离场了 那我觉得我把这些讲给大家呢 我没能理解一位女性啊 她的心情 那么我也希望哥哥能理解妹妹 但我也特别希望电视机前这位妹妹 当您看这节目中 您要理解哥哥 这对于哥哥来说 他就是吃饭钱 哥哥我想问一下 明西柱条件是什么样的 就是那个桶子楼 就是沿着宿舍楼 单身宿舍楼 完了改造的 这一间二十平米 二十平米 几个人住 我和我爱人 这俩人住现在准备 儿子结婚了 外边租着房子住去了 租着房子 所以你期不期待有一天 如果哪怕能给儿子解决一个 就是关键就是这么想 我说我都无所谓 关键是弄一套房子给儿子 儿子劝过您搬走吗 劝过 不搬 绝对不搬 怎么劝您啊 住点好房子去 改善改善这个居主环境 所以我相信您的压力 您看您才59岁 头发白成这样 您的压力不仅仅来自于这边的家庭 还来自于你 就你现在的小家庭 对不对 对对对 太太儿子肯定会给您压力啊 因为大家都看到这个利益了 所以您心里面非常委屈 心里肯定郁闷 您是唯一的儿子啊 所以刚才妹妹说的那些话 您能理解吗 我能理解 那先生我想问您一句啊 就是既然您的户口一直在呢 对 您说呢 即使搬出去之后也经常回来 那既然是周围都开始有一些风声了 那时候怎么没有行动说 那我也回去跟父母一起住 因为妹妹不是搬回去住了吗 这个这个问题很重要 这个很重要 我父亲他不让我们回去 对呀 您子女那么笑着 笑着 那为什么呢 他这个这个思想啊 他那个像我说的 他特别固执 那为什么不让你回去呢 不知道他怎么想的 您的家庭是 上面一姐姐下面一妹妹 您是唯一男丁 对 老爷子今年八十多岁 要按说在他的这个传统思想中 应该是唯一的儿子 儿子你赶紧回来 有什么时候好跟你商量啊 他没有 因为学习到 陈先生大家都是人生第一次 万一要政策把握不准 那毕竟您还年轻一点 往外跑一跑还合适啊 咱得有一个出面的呀 儿子得这个时候顶门货啊 您怎么老爷子没有想到是您 他就不让我回去 您怎么谈的 他让妹妹回去 他喜欢妹妹 哦 对 有可能 他妹妹比他小九岁 有可能是比较偏 你看我姐 他不关注我姐 不 这个非常简单 因为他的发言已经充分的说明一个简单的道理 就是他在老爷子坚守在这儿 不离开的这个问题上是坚定不移的站在爸爸一边 是一个站线 那这你想想他站在一个站线上 对对对 他的观点我同意 我就同意支持他 对对对 我干嘛不愿意跟他在一块呢 您是没态度 您见了老爷子 你连个表态都没有 不是 那个您看那个我母亲刚去世了吧 我们一直在这儿住 住了有十来天 开了个家庭会议 我父亲把我们子女啊 招聚在一起就说 说这间房他得住 他让我们搬走 就是原话 他说我装修装修 我说您干嘛撞 我说您后边不有人住吗 我说我们在这儿 再说这儿赶上拆迁了 我说我们住院时间拆迁走了 咱们一块儿 该该怎么着怎么着 不就完 不行那你走 我真行 你让我走我就走 我不求你这个不求呢 那会儿爸爸就想好 或者说是跟谁 对他就让我们走了 商量好说这个住在这儿 这个守着 对他就那时就没让我们在这儿住 您那时就多年前了 这个说实在的 我们可以告诉你老爷子 一些事实 也可以让他对这个专利的这种 这种东西呢 多一些认知 对对对 但是你们家 其实最应该做通的工作 是你妹妹 她内心的那份 那份东西 能不能放下 能不能不要太在意 她能放下 这你们家就没事 要让她回去做你爹的工作 一分钟就做通就搬了 可比我们强多了 妹妹有一个最大的误读 其实我们刚才聊的这些内容里头 丝毫没有老爷子对和不对 错和不错的问题 她的这个专利产品 为什么没有及时的得到回应 我不相信那些读信件的人就到了那么不顾忌老人感受 他们一定是有多封这样的内容和多封这样的专利和多封这样的信摆在他们面前 他们有责选的看给谁回 我说我儿子做的那个事情 也是一个老人家的一个发明 也是得到国家认可 也是批准之后就可以生产了 也是让他们赶快生产 国家需要这样的东西 那同样的事情 同样的人 为什么他就得到了回应了呢 据我了解 那个人他也跟我一样 是个普通老百姓 所以这个事呢 我们只是想通过这样的事例 举例说明让老爷子慢慢的想明白一件事 是不是我的专利没有达到他们的满意 国家的满意 让我继续去努力 我不在乎钱 我主要就是咱们为咱们国家得付钱 然后找一个良好的环境 住在一个良好的环境 说句老实话 我认为住在刚才那个环境里头 就算是发明创造都会影响他的思考 八十多岁了 对不对 所以这妹妹听到之后呢 你也不要介意我们刚才的这种对话当中的这种 看起来不互相不够理解的冲突 是吧 这个我们观众着急呢 他们也是善意的 因为他们特别希望 务实的把这问题解决了 这个如果我们场上有哪些 我们说的不到的 你也别往心里去 我们是来解决问题的 对不对 最终我们希望老爷子健康 希望有更多的发明 希望你能住上新房子 希望姐姐妹妹开心 希望大家都高兴 希望观众也别生气啊 谢谢观众啊 谢谢观众啊 好 您请一下 我们来听听老爷子 请一下老爷子 即将上场的老父亲 在观察室表现得异常兴奋 那么这位老先生 到底为什么不肯搬走 对于搬家和推广专利之间的矛盾 老父亲是如何看待的 现场的专家老师 又能否说服这位固执的老父亲呢 哎呦 老爷子 王老师 王老师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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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慢走 上位 台阶 得得得 好嘞 您好 哎呦 王方老师 老师 哎呦 我请看您的节目 请坐 请坐 这什么 我可能看看吗 呦 您看看 这是您的吗 说呦 专利证书 这个啊 专利证书 这个呢 什么 天哪 啊 这个 呃 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电能生电的装置 哎呦 真棒 2008年9月9号 嗯 还有这个 液氢液氧活塞发动机 这都是您的发明啊 对对对对 这是2007年的一个 真棒啊 佩服您啊 您贵庚了 我 今天82了 多棒啊 这是什么呀 这个啊 发明的是一个治理计车尾器的 嗯 07年的那个 后来我一想啊 这个那什么呀 我也试验成功了 人家这个 这个如果又是 你用这氢氧燃料啊 确实一点 这个污染空气都没有 嗯 可是你比汽油要贵的时候啊 对 人家谁也不用 嗯 后来你看不看 我这个啊 在这个那是无意之中啊 还出了点事 呦 跟死神擦肩而过 哦 我就说了你的脚 我一讲这个啊 我一说这个电的话 这么大的这个力量 你看不看 我又发明这个电能生电的这技术 哦 这电能生电的这技术 我们将来又实施起来之后啊 是不是 没个咱们的国家的话 煤炭和石油 就完全都不用了 咱们国家已经有了新的能源了 就是代替这个煤炭和石油 他说这个魔能量可 关键就是 你是现在了 是不是现在了 现在也可以说 现在咱们这个技术啊 专门治理气候变化 嗯 专门治理这个雾霾天气的 这么个好技术 看看老爷子太棒了啊 搞一项试试 在那个09年的时候啊 专利证书发过我的时候之后啊 不到这个半个月 就有媒体啊 通过那个瑞典 给我60万美元 上过这签合同来 签合同之后 我一想这个啊 咱不能 你给我多少钱我都不能 这是咱们国家的保密技术 咱们国家新的能源出现了 全世界都得用咱们这个技术 所有的火力发电厂都不烧煤了 嗯 就能达到这种程度 他就是他这个 好 他就是这种想法了 你想这是一国家的技术啊 必须得让国家知道 这个技术又简单啊 又那什么 你比如我跟大伙说说 你比如说一个是吧 这个浴池大伙都知道吧 还有这个饭店 嗯 这宾馆 这地儿都得有锅炉房烧热水 对啊 您承认不承认 那当然 这个的话 明儿个咱们有这么一个 这个您过去都看见过那气脸子 有这么一气脸子 这么一个机器 用电烧 嗯 完了之后啊 用它发出电来跟那什么 这完了之后 这个气轮机 这个使完的热气啊 送个大罐里头 一会大罐也热了 这还发出多余的电来 再返回来 嗯 这个就是一个永动机出现了 永动机 它必须有一个力量啊 它这力量来自哪里 永动机就是用本身的电呢 这里边的电是通过什么产生的呢 这个您比如说吧 我这会有这么这个 那什么 一万五千户居民取暖 嗯 你现在烧锅炉 嗯 烧锅炉的话 这个烧出热气热水来 对 送到那取暖那儿的 嗯 是吧 这个的话 这个一冬季的话 这这个这一万五千户啊 每户都得要 要掏这个两千元至三千元的取暖费 没错 现在咱们用这电烧的锅炉啊 比如说这个 十万千瓦的 一个发电机组 用十万千瓦烧锅炉 烧温高温高压了之后啊 让它这个气体干活 干活干什么活 让它发电 这个有十万千瓦的 能发出三十万千瓦的 对 它是用电先启动 让它啊 让它这个这个不直接 我说烧 烧完锅炉 我去取暖去 我让它这个气体干完活之后啊 送来取暖去 一嘴都不花 发出多余的电能来 完了之后再返回一半来 那还剩二十万千瓦 送到电网上去 明白 这就是电能生电 拆盐和那什么 和这个技术两回事 我看到了这个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啊 给发放的这个 实用新型专利证书上 是这样写的 公开了一种电能生电的装置 包括锅炉 所述的锅炉上设有 电加热的装置 反正大概的意思就是说 具有设计合理 结构简单 使用方便 适合一些 大的楼群住户 小区冬季取暖用的优点 也就是说这个 国家知识产权局 给您请了专家嘛 看过了 这么好的一个东西 到现在开始使用了吗 开始 我不是人家给我六十万美元吗 你比如说我有这么一个 那什么浴池 跟那什么 这么一小型的 用四五万块钱 咱们就能试验出来 我就让这浴池里头 浴池里头的热水 永远不花钱 这还得出电能来之后 你还自个儿还用 更也好啊 不成你送了电网上去 就有这么一套 就能达到目的 那我想问您啊 老爷子 假如咱们今天这个节目播出之后 我们也可以找一些 我们身边的朋友 推荐这个东西 然后电视机前可能也有一些观众 他正好做这个项目 他觉得很感兴趣 您这个不就一下转化为生产力了吗 对不对 就一下转化为钱了 或者转化为经济效益了 对不对 其实您期待的就是这个东西能用得上 比如咱这么好的一个想法 最后呢 没人用 是这意思吧 我有我的想法 这我的想法是什么 老爷子 你听我给你解释一下 我个人是这么理解的 您呢 可能还不知道 现在其实 这些产品的这个生产呢 都是由企业家来完成的 老爷子呢 得想着 这得国家知道 有一个国家的政府部门 把这个东西拿去认可 其实您说的这个产品 最终都得是企业家投资 把它变成产品 放在了那个锅炉上 你明白吧 不是非得找一个国家的部门 说这个事我们知道了 您是不错 您是劳模 您这个思想 您得换换了 这是关键 我总结也是关键 如果有企业家 愿意跟你合作 这个专利证书 这就是国家的 这就是国家认可了 他跟你合作 变成产品 找一个锅炉 把它装上 一实验 我们再帮你找找电视台 一拍 说哎呀 老爷子 这下好了 这不就行了吗 这个 我得有要求 企业单位跟他一块合作之后啊 这个不能宣传 必须得先报告这个国家 这个最简单了 谁又一看之后啊 这技术就算 就没什么的这个 这个主动权了 所以说啊 今天 我是根本不是产品本身的问题 是您的观念的问题 他就怕别人 哎 照放 仿造他这个东西 那你能能限制住吗 你限制不住啊 您知道吧 啊 那个企业生产完之后 国家自然就知道了 因为那个企业呢 是在工商局注册的 那就是国家 说实在的 我这个零零九年 人家给我来的 我就开始就给国家 各个的什么 去了五年的信了 我说一点福音都没有 老爷子啊 我跟你讲个简单的道理 比如说我是个老板啊 我是一个热衷于环保的企业家 我看完谁再说呢 我就给谁再说打了个电话 这个老爷子 我们崇敬他 我们要见见他 于是他就来了 见完您之后呢 他一看您这个专利 这个确实适合他们生产 于是呢 他们就把你的这个专利拿去呢 弄了一个产品出来 这个产品出来以后怎么办呢 就得写报告 要报告相关部门 他这个报告呢 不是你来办的 是他们这个生产厂家弄完之后呢 人家那个单位的人 拿着这个报告 就一级一级报上去 由于这个发明太伟大了 由于这个发明确实给全国人民解决了问题 这样的让领导知道呢 远比你老给领导写信 因为你给我们写信 我们自己都看不着 得一级一级的 大家就撕开看 是不是着急的事 我这话说明白了没有 我说上这节目就好就好在哪啊 让专家跟他听听他述述完以后了 给他分析分析 要那个企业家 那个老板跟你合作之后 让他们去往上面报 您就别着急了 您就赶紧 不能说搬迁的事 刚才这么样吧 大伙能帮着我呀 咱们能够说这个给他试验出来 咱们让个这国家先看看 为什么你知道 这个几年我已经找了几个这个什么了 哎呦 你这技术这么好这么好 花这么多的钱 他把材料都拿走了之后 有一个香港的 我说不见面了 有一个美国的 材料都给的 不见面了 还有一个北京的那什么 西北旺的一个农民企业家 哎呦 他看着这技术 哎呦 我想多少年 我也想不出来这个那什么 这个啊 也不见面了 他说明天干的话 您上回来 又给我买酒 买那什么 上回家去 材料都给他了 跟那什么的时候 他自个儿闹去了 自个儿报专利去了 您说这怎么办呢 这倒是 这倒是 他就上报纸了 上报纸就宣传那个 报道他 我父亲说 你说还能跟他合作 不能跟他合作了 老父亲一直以来 都希望把自己的专利技术 推广开来 造福社会 但是却在推广过程中 多次被骗 导致老爷子现在 对任何人都不再信任 为了保护自己的专利权 罗老父亲如今 只相信国家 只有国家有关机构的答复 才是他真正信赖和认可的 其实我们从内心啊 是非常敬佩您的 因为有多少人 可以在金钱面前 不为所动呢 他内心想的是 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呢 我觉得您就是这样的人 在我们的心中啊 就起码比如说 有人要给我拿60万美金 我觉得我不一定能坐在这儿 不要 我在想着说 我觉得我也许做不到 所以我觉得从这一点来说 我们是非常敬佩这位老人 对不对啊 而且我相信 今天这期节目播出之后 像我们一样敬佩您的人 会有很多很多 包括您曾经的老街坊老邻居 他们会觉得 哎呦这老骡头啊 没白折腾 这一辈子干了这么多好事 所以我在说这个的时候 我能感觉到啊 老人家是非常激动的 我能感觉到 这也应该的 应该好 所以我们都为您高兴 那现在呢 我们能帮您做的事 您别着急 一会儿我们来帮您 联系一些地方 甚至我们帮您 找一些这个投资 那我现在想知道 您的内心是真的不想搬迁吗 那我也想搬迁呢 我搬迁的话 您想我这个的话 费了五年的时间了 您要是搬走了的话 跟您这项目有什么关系呢 不利于您项目的发展吗 那当时了 为什么呢 您想我这个的话 人家给我那么多钱 我都不 60万美元的话 我都不那什么 这个的话 我要搬走了 住楼房住那什么 我现在我就得摆这 我摆我这事 交给国家 就是固执 这会儿太固执 您做这技术和您搬迁 这是两回事 好些事情 他撞不过这弯来 我跟那个拆迁那个公司 我说你跟你们这公司领导说说 我说没让你这一片楼房啊 你得有咕噜房 弄得取暖的 我跟你闹着你一套的话 我说取暖的话 椅子都不花 这都不成 你得不偿失啊 没必要 老父亲坚持认为 自己的专利推广一定会成功 而他也一定要等到功成名就的时候 再风风光光的搬走 对于老父亲这样的固执己见 他的儿子倍感无奈 在所有人看来 拆迁和推广专利 这两件看似毫无关联的事情 在罗老父亲看来 却成了一件事 那么老父亲毅然决然的坚持背后 到底是否还有什么别的想法呢 您不搬迁是因为您想给他们找难题 对不对 那不是找难题 对啊 因为您搬迁了之后 和您这个有没有专利 这是两回事 这我是联系地址啊 您不知道 是啊 是啊 那我这个很好解决啊 邮局完全可以就把你所有的那个寄给你那个地方的信 帮您留下来呀 你一周您去娶一趟或者让你儿子去娶一趟不就得了吗 这完全可以啊 我这这个不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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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呀 我我这几年呢 最瘦大了 夜了睡不着觉 看你们的节目 我说这必须的我 我得对得起国家 人不错 就这个观念总是转变不了 对啊 班牵和对不起国家有什么关系呢 这个我说 只是向这个领导汇报 我马上我就走 不给我钱我都走 没必要了 您听我说啊 这个首先 就是您弄这个东西 是想让领导知道 还是确实是想造福大家 是想造福大家 对吧 现在那您有没有想过 您相当于拿您不搬走这事 要挟政府 不是 那您我听上去就是这事啊 现在我那地方啊 明个是绿地 我说明个 你要是这个 我我有 我又没这技术 我早就走了 那这个那什么 以前我一方面呢 用这个 我也让我这儿子跟那什么 你们也帮帮我 嗯 大伙都帮帮我 咱们把这事完成了之后 是啊 不是为了钱 来老爷子啊 听我说啊 你现在一定得听我说了 对对对 你相信我的话 我相信相信相信 相信啊 您呢 不光是专利考虑到国家 您连搬迁都能考虑到国家 于是电视播出以后呢 我告诉你 我们这节目可好多领导都在看 嗯 一看这个老爷子 讲道理 确实热爱国家 好同志 赶快请老爷子来办公室 我得跟他聊聊 您这么一固执说 他不见我 我就不腾地 很多领导就不敢见你了 你明白吧 之所以你现在 你看 观众鼓掌了 之所以到现在 没有一个领导见你呢 就是因为你不搬迁的事 他就害怕 他一向 这来了怎么办呢 他要是赖我办公室 他一坐地下怎么办呢 其实你是琢磨一个爱国的老爷子 我们都知道 所以 你要是听我一句话 你要相信我 如果您配合国家 把那房子搬迁了 我敢保证 很快就有人跟你联系 这个东西能不能为国家做贡献 一定会有人给你答复 但是您现在的这个坚持呢 就会让很多领导招怕 我们都有点发愁 这怎么说服老爷子呢 因为现在是 这个专利呢 他跟这个住房呢 他不是一个单位 你明白吧 你说你们这个拆迁的人 帮我把这个暖气弄完了 你们装上 他那不是一个部门 您现在需要的是一个企业家 而且您说的对 不要随便让他们看 这是机密 你弄走他那一报专利 因为广我知道 现在您说的这类的产品 好多地方都在生产 我刚才在厂上说了 我儿子他们现在都弄这个 就是能节约30%的电 这个事情呢 你一定要弄清楚 就是也许你的这个产品 是能给国家做贡献 万一已经有了比你这个发明 更省电的 更好的产品 您知道吗 也许你都不了解 所以呢 我认为你现在要换个态度 你听我的 你们怎么说 我就怎么做 我不给国家添麻烦 搬迁不添麻烦 环保项目也不添麻烦 到时候人家领导一看 哎 这个老爷子 说话同情大理 到办公室来聊聊吧 没准您就又当上劳模了 您说我说这怎么样 好这好 我一搬迁移 那人一走了之后啊 不知搬哪去了是吧 您要是发明 那么好 您搬哪国家都能找着您 你明白吧 我必须得把这个完成了 我才走 给我钱 不给我钱 我不要 就是固执 别人说什么都听不进去了 我现在就得这么这样 你以前确实可爱发明了 是不是 对啊 那什么 你现在那会儿 我跟厂的时候 为什么五九年 得北京人劳动模范呢 就那个做那胡椒轴子 他们一天做一根 分一半跟错 我给他们做出一机器了之后啊 一天打五六百根 提高多少倍啊 那什么 原来一开始我上这厂的时候 四万多个钱产值 后来你他们的 我给他们改这改那个 跟厂子里的 打个民族乐业场 打姓罗的 没有不知道的 完了 我这退了休之后啊 有一回啊 我从加了省与元坛 省与元坛呢 我这走到那之后 哎呦 头也疼 也晕 我说这汽车可太那什么了 完了 我就想啊 我说 制这汽车 我说 现在这会儿 有着氢氧燃料 跟那什么之后的话 发明这么一个 治理车尾器的 这治理车尾器的 我告诉你 咱们要用上之后 您这个一个这个 这个一个车 你把这排气管的 顺在里头去 这人都没事 氢氧燃料 一燃烧之后啊 它就成水蒸气了 你说这东西的话 你又要使上之后 那真正不污染空气 是 再说明儿个 咱们有着电能生电的这个 制造氢氧燃料的话 我说比汽油便宜多了 你说这不是提高人民的生活吗 我觉得说的非常有道理 而且我特别希望您说的这个呢 都能变成现实 我们的生活将将会多么美好 我觉得老爷子呢 现在呢 您就是跟这件事情呢 有点着急了 有点叫上劲了 谈他这项目的时候 他说成我们一般都哼着 他就听着的 就这种态度 您听我帮您分析分析啊 就是您这个年龄了 还有这么多的成果啊 非常敬佩您 您的孩子也很敬佩您 我们也很敬佩您 您这一辈子啊 做了很多发明 做了很多贡献 但是专利呢 我得跟您讲一讲 不用不用 您歇会儿您喝着水 我跟您说啊 就是专利呢 它是怎么一回事呢 实际上就是对您这种 搞研发的人一种保护 就咱申请了专利 国家发了证书 说这个是您发明的 那别人不能随便使 任何单位个人要使呢 要经过您的许可啊 要么给使用费 要么给技术转让费 反正在这个十年之内 因为使用心情是十年之内 谁都不能使啊 但是过了这个十年呢 这项技术就等于 进入公共领域了 就成了人类和整个社会的 一种贡献了 技术也在不断的 这个飞速发展 就是咱们踩着前人的肩膀 在研发 别人也踩着您的肩膀 在研发 一步一步的往上走 所以整个的科技呢 是进步的 它是一个开放式的 就这个东西呢 它我们实际上 您已经做了发明了 已经申请了专利 您的任务就完成了 对对对对 对吧 您的任务就完成了 你对国家 对社会的贡献 就已经做了 另外我非常赞同 这个王文念老师的意见 就说我们 如果下一步 要把这个专利推出去 不是推国家 而是推市场 现在都是商业化运作 就是得有企业家 哪怕说是国企也好 是民营企业也好 有企业认为这个专利 这个我能把它投入生产 然后到各个社区呀 各个这个开发区呀 去推广 把咱这个锅炉呢 给它用上 得是这样一个推广 那我觉得今天 您来这儿是非常对的 因为这个平台是一个媒体 看到的人特别特别多 所以这个途径呢 是一个很好的推广的途径 所以我的意思就说呢 你已经做了很多的贡献了 不管是对国家也好 对社会 对整个人类 都做了很多的贡献 但是这个专利 最终说能不能说 投入生产 或者是说呢 什么时间投入生产 或者是怎么样 我觉得就不要纠结 在这个问题上 另外一个对拆迁的理解 就我们的立场呢 我们是希望 就是说您的家庭和睦 然后在拆迁的过程中呢 能够确保自己的 这些利益都能够得到 咱能得到更多的利益 将来子女生活不更好吗 刚才听您儿子说呀 就是裁决都下来了 按照补偿方案 两套房子也都告诉您了 在哪位置了 如果在这个裁决 这个生效以后 人家就可以申请强制执行了 到那个时候就不好了 就是咱不搬 人家也得让咱搬了 到时候就关系就不好了 而且这个拆迁呀 和您这个专利是两码事 咱跟他较计 回头拆迁上了 经济上损失了 经济上损失了 得不偿失 最后还让人家这种方式给搬走 咱心里也不痛快 你拆迁完以后 一千二百万 你自己拿上十万块钱 把你这项发明先弄出来 然后展示一下多好 你非得让大伙着急帮你凑 我都这么大岁数 说实在走道 跟着什么都那什么的 这事我又是不 拿这个又是 做一个那什么大伙帮着我呀 这事就完了 帮着我成了之后 马上我就走 我又头二十年 我马上我就弄 我是啊 上海那个有一个那什么小火车 我都订好了 他给我做那么一小蒸汽机 两万块钱 买那个电热呀 四十五块钱一个 那有一个七十五千瓦的发电机 用不了多少钱 我就那 你有一千 二百万 现在没这能力了 现在您可以不搬走 没有人说我们是一个媒体 您觉得那住的好 您就住在那 我觉得跟我们来说没关系 人也是为我们好 所以我的建议呢 就是如果我们看着前面这一笔钱 哪怕我自己用不了 我算给孩子们留点东西 从这个一个家庭的角度来说 没有什么错 您要是说不通 要怎么办呢 那就没办法 那只能那 只能受损失 但是现在呢 我们律师已经帮您刚才分析了 如果您一千二百万 现在没有搬走的情况下 他如果按照这个 最后的这个判决书吧 它是这样 就是说呢 因为你今天没有带来那个决定书 我无法判断你过没过期 我那我我都看了 听到律师徐阳老师提到的裁决书 观察室中的儿子罗先生 拿出了有关部门给出具的裁决书 希望律师徐阳能给老父亲讲清楚拒绝搬家的利与弊 面对自己异常固执的老父亲 彻底无奈的儿子 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了专家老师的身上 因为您的固执 你明明考虑到国家在那拆迁以后是给大家搞建设 就这么点事你都不帮国家 我就不相信你就会帮国家了 他会误解你 你明白吧 他会误解你的 你的这个态度 他们会说不如会听的 咱们看哪个重要 你这个的我现在的国家 你这多需要啊 您爱国 我们所有中国人都应该爱国 但是咱们一定要考虑到呢 就是我们爱国又不能损害到其他的一些利益 哪些利益啊 比如说咱那拆迁 就因为咱这几户呢 那就会导致这个工程就不能正常的进行 那么工人就会等着 我现在开不了工我就没有饭吃啊 比如说王明年老师 他是我的呃这个老板 那老板我没有干活你也得给我饭吃啊 我现在我家里孩子等着我呢 我那孩子上去要上学啊 您瞧就可能会影响到这些人的个人力 我们都是帮着您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现在知道呢 大概有十天到半个月 他们可能这个地方就要拆迁了 那么到时候呢 我我们谁也不敢给您保证说十天半个月之内 您这事就能解决 那解决不了的时候 到时候我们主要是觉得受损失的是您 对不对 我们在想了咱们怎么能够用最少的代价 换起更大的收益 对吧 所以我觉得您是一个聪明的人 并不是说我们最后要结果 您的结果最后是我又得到利益 然后这个东西成真的成为国家重视的一个东西了 如果您现在呢 说你让我搬 我就必须得要求什么什么 问题 您不能拿这个东西去要挟 你拿这个东西去要挟呢 那大家会觉得 你的目的是另外一个目的了 所以我觉着对于您来说 您搬不搬是您自己的问题 那我们只能说出一个建议 对对对吧 但是呢 我们是在跟你说呢 是是说什么叔叔 你看你也很喜欢我们 您得信任我们 我们在帮您 咱们最后的目的是 把这个东西能源东西 你说说实话 环保节能是现在我们多么期待的东西 对对对 如果我这么给您讲 如果您这一期节目做完之后 您的这个家也顺利的搬了 都弄好了 再过两天又有一期节目 我一想 那你老爷子来再讲一遍 这个能源是怎么回事 那么有越来越多人知道您这个 如果现在您变成这样的一种状态呢 可能很多人说哎呦那老爷子 那可太固执了 咱可不能去 我希望您给大家留下的是一个平和的状态 我们共同为目标 咱们要的是结果 而不是中间的过程较劲 是不是叔叔 咱们要的是结果 所以我特别你希望您能听懂我的话 对吧 就是我们是要结果 结果是让国家重视 对吧 咱过程中不叫那个劲 叫那劲干嘛呀 叫那个劲您自己生气 您还不用这点时间赶紧的帮方 快看看哪个节目还需要给我推荐推荐 说实在的老爷子 就您现在这个自作的态度 说您不解决 我就不搬家 我都不敢去找那领导 我都怕给你领导添麻烦 我说把你这项目介绍过去了 然后人家领导说你你先搬家 别影响国家建设 然后咱们这项目慢慢研究研究 我们的开会 你也知道这会他的一个一个开的研究 结果等半年过去人家说你跟这个开发商打起来了 你说我怎么交代 所以说你要想让别人帮助你 你就得学会帮助别人 这是个简单的道理 对不对 啊 你要是听我们的 我敢保证你这趟就没白来 儿子钱也有了 房子也该该换就换了 这个全家人也高兴了 如果你要是说不听我们的 最后啥也没弄成 把你弃一身病还得拿那一点点钱去看病 到时候得补赏识 就是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媒体 很多很多人是上亿人会看到 大家会有判断 你知道吗 因为这个我看了 您这个是微旧小区项目改造 绝对是对这个老百姓好的一件事 如果是说有一个盯的户 或者有一个老人在那 不管他是什么原因 他就是不走 影响到了这个拆迁 那可能会有一些对您不好的负面评价 你要考虑这个因素 他问题是这样 我都八十多了 我这梦想的话 这个不是说 老爷子 老爷子 来来你别着急 我这梦的话 老爷子 老爷子 我跟你说一句话 国家花一千二百万 买你们家那一块地方 让它变成绿地是为了什么 一千二百万买你们家 那么一小块地方 把它变成绿地是为了什么 你告诉我 是不是也是跟你的目的一样 也是为了环保呢 对对对 是不是 您现在一方面 对国家考虑它的环保 这个科研研究 同时您也在做着一个 让国家这一小片环保不了的事情 您做同样的事情是两个目的 一个目的是好的 一个目的就不是好的了 你明白这意思了吧 明白明白 王莹老师呢 就要辛苦您一下了 您跟老人简单沟通一下 为了更彻底地解开 罗老父亲的心结 王莹老师和老父亲 来到了观察室 进行更进一步的交谈 与此同时 徐阳律师也仔细看过了 哥哥带来的裁决书 那么从专业角度出发 罗老先生一家 现在到底面临着怎样的情况 接下来 他们到底应该怎样去处理呢 因为我觉得必须得提醒 他们家里人一下 因为他这个裁决书 是10月10号下来的 下来以后呢 他的权力是60天之内 提起行政复议 或者是三个月之内去行政诉讼 如果他都没有做 那么三个月期满之后 就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他也得搬出 就是这样一个结果 所以您对国家的贡献 我认为已经是很棒了 那么您对儿女的贡献 这是另外一个地方 作为老姊儿来讲 那他现在我觉得 他可以做的是 在这个期限之内 要么复引 要么诉讼 再去跟对方争取协商 你如果不协商的话 就是这样一个裁决结果了 最上的钱和房 就是这么安排的 不可能再多了 那我们的钱和房子 就是三百多万对吧 他不是那么算的 他一共是六项 安排了两个过渡房 然后呢 补偿款是一个三十多万 一个七万 对 所以这跟我们的这个 差太多了 差太多了 而且1200万 现在拆先办那边 同意不同意 或者是怎么一个情况 这个都不确定 您有两个角色 您一个是伟大的公民 还有一个角色是什么 伟大的父亲 而且刚才呢 王芳跟老爷子 在谈那个爱他 回去也希望 能够跟老爷子 讲明白这件事情 也希望今天到场的儿女 以及家里边的 这个孙伴的 跟老爷子也做做工作 让他明白 就是不要在家里 仅仅写信了 而且我始终觉着 我们可能看到一个 八二多岁老人 走路都颤颤巍巍了 那么他拿出来的 这个发明创造 到底行不行 我相信可能很多人 在疑虑 但我倒觉得 纵观世界发展史 在这个过程中啊 应该说是 很多发明创造 都是在艰难中 最后那一瞬间 有了灵感 所以我觉得 我们不要轻视 每一个有可能成功的人 我也希望这期节目 真的能有相关部门 重视起来 能够帮我们这个老人家梳理一下 哪怕告诉他 你这个现在已经成为过去时了 因为环保的发明 那是每年非常快的 哪怕告诉他 已经成为过去时了 我相信给老人一个定心丸 总比现在这样 老人一直一腔热血的奔跑腔 与此同时 在观察室里的王颖老师 正在耐心的和罗家老父亲沟通着 可能您作为老家来讲 可能也没给儿女带来那么多的财富 对不对 感觉这个时候 感觉这个时候 对 我们其实 尤其是看到这个白发苍苍的儿子 看到你这小女儿 对吧 身体又不好 还刚做大手术 可能对老家来讲 我也觉得 我们是不是也给他们做点贡献 您说呢 对 是吧 经过一番交流 老父亲的态度终于有所改变 他表示 将会认真考虑搬迁的事情 老爷子 您是属猴的 对吗 属猴的 对 您跟我爸逢年 都82岁 那我爸爸呢 就是安顾晚年 每天选择 谁在说 反正就看电视剧 回家里让他看看 什么叫有梦想的人 他是每天回忆过去 往回头看 您是往未来看 就是您的境界 确实实比我爸高得多得多 是不是爸爸得向人学习 对我让我爸向你学习 但是呢 你看节能减排是一个趋势 对吧 全世界的一个趋势 都发现这个问题了 那您也发现了 而且您确确实实有这个 发明创造的这种悟性 您发现能有问题 您立马就去想 这不一般人 像我们这几个人都不行 这时候呢 有一个问题 就是您可能不知道 每年有两百多万件 科学发明 那个叔叔 您看我给您出个路子 您看怎么样啊 首先 我们这些人 是不是都想为您加好啊 对对对 对吧 您分了那个钱 您也没打算给我点吧 哎呦呦呗 您那什么的话 我是 全给您 我都成 那什么 我 不是 我就跟您说嘛 对呀 我不在乎钱 您听我说啊 像您这么高风亮节 有思想 现在老爷子 确实不多啊 我觉得 这个王英老师说他吧 绝没有您这个 呃 境界 对不对 王老师 您承认吧 这个你就 大会 是不是得像老爷子学习 是不是 对吧 对 好 那我现在给您说啊 您看 咱们的最后呢 我们是不是想把这个专利 最后变成我们国家 可以应用的一种技术呀 对吧 那么我们把这个推广到国家 咱们这个过程中需要干点什么 比如说今天就很好 我们通过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 我们会把这期节目 用手机微信 一秒钟就发给了能源局的人 我这期节目中说的很清楚 对不对 我说您麻烦您看看这期节目 这个我们能帮您做的 您看这可以吗 这第一啊 第一能帮您做的 第二我们能帮您做的呢 比如说 我们可以把这一段东西 放在我的微博上 然后我按咱们这个相关的部门 让他们通过我们去看这一段东西 就是 然后呢 在这个过程中 我相信会有很多纸媒体的人 看到我的微博之后 会去采访您 采访您 您就要接受 说 要不断的说 你明白了吧 那么 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刚才拿到了你们家的这个东西 10月10号给你们发了这个东西 60天之内 如果你们没有提出异议 就按这个执行 按这个执行 您就少拿900万 您明白我的意思吧 我觉得 您还不如 把这900万中 您哪怕麻烦10来 90万 我们来帮您组织一些研讨 帮您组织一些东西 然后我们出一个详细的东西 然后我们把它抱在相关的部门 这些我们都可以帮您做 但是呢 你要今年82岁 那应该您是三几年出生的是吧 1932年 对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我想 我就想说一句话 我们要的是结果 而过程中 如果走太多弯路 耽误了多少人呢 所以我们现在要的结果 是让更多人知道这个东西 对不对 让有关部门重视这个东西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在走的这个过程中 我们能帮您做很多事 您明白吗 这个谁在说节目 在北京市一定是收视率最高的节目之一 对吧 一个82岁的老人还在这里兢兢业业的呼唤 我们为什么就不能给他一个答复呢 当然 对不对啊 所以老先生 如果我们这样去做事情的话 您是不是心里舒服一点呀 对对对 好 通过这个节目啊 肯定是有那什么 我考虑考虑 有变化 有变化 他就考虑了 他说的有道理 他老看您的节目 王导 还有王芳这些主持节目的人 他看完了说的确实有道理 解决了好些问题 来 推一下儿子的话筒 先生您好 你好 爸爸现在觉得他要考虑考虑 跟你们一块商量商量 你开心吗 开心开心 您觉得老人家有变化吗 有 经过你们专家的疏导完了以后 确实是起了很大的变化 我觉得您刚才最后一句话说的非常对 大家都在圆梦 我的一个80多岁老人 我的中国梦 为什么不给我圆梦 好 那我来告诉您 那么我们是一家媒体 能不能给这一个82岁老人去圆圆梦 我也特别想呼吁一下我们有关部门 因为我个人确实不懂能源 不懂电力 对都不懂 但是我觉得一定有专家 那么哪些专家 您看到了这期节目 能不能帮帮我们这位老人家 这个东西好和不好 我觉得我们说没有用 一定要有专家出来说 哎呦 这真的是个好东西 那我们如果真的可以 以后不用没了 这有什么不能想的呢 其实我前不久 刚刚去参观了一家特别大的博物馆 一百多年前 这个世界上还没有飞机呢 而现在没有飞机 我们的生活怎样解决 一百多年前 这个汽车才刚刚发明出来 那么这一百多年就改变了整个世界人的生活 我们把它提的高度一点 这位老爷子 如果他的想法 如果真的转变了 他也许就是中国的居里夫人 他也许就是中国的莱特兄弟 所以今天我们不要看不起一个老人的发明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抱一颗崇敬的心理 我们用我们的真实行动 去努力帮助这个老人实现他的梦想 好不好 非常好